台南美食三选 你们好我是爱玲 今天这一集呢 要由我这个专业的台南媳妇 来带大家吃台南美食三选 那我现在在台南呢 是因为就是今年的国庆的烟火 是在台南放 而且是在它的老家渔光岛 我的老家是渔光岛 渔光岛在当天要有通行证才可以进去 对然后要岛民才可以进去 不是台湾岛岛民是渔光岛 我今天这一集应该会是一个一路吃不停的概念 就是我们的台南深蒙海鲜牛肉火锅 我讲到我这边好像 直接流口水的概念 好饿喔 我们先进去吧 那我们现在直冲的第一家火锅 它是主打可以吃到很厉害的肉跟海鲜 很少看到那种牛肉火锅店旁边有那个水族香 是这样讲吗 我不知道他们有专用的汁 就是可以 海鲜香 对 它里面有一些限流的海鲜 然后他们家的麻辣汤头是用炒的 不是加那个粉的 你们应该懂我在说什么 哈哈哈 谢谢 然后呢 今天这一集很开心收到 酥酸定的抢救酸民危机挑战 这集美食Vlog里面 我还会挑战吃福成幸福甜点的冰品 那为什么说这是个挑战呢 就是你们应该有看到说我很常分享各式各样的美食 但是你们绝对没有看过我分享冰 因为我是敏感性牙齿 我真的从小吃冰棒就是那种看到别人用咬的 一下就吃完了 可是我只能用甜的 然后甜到整只熟都是 如果你们是敏感性牙齿一定懂我在说什么 我也是严重的酸民 你也是啊 我根本不能咬 那因为酥酸定的牙膏呢 他们是专门在舒缓敏感性牙齿会有的问题 你们看它已经有点扁扁的 因为我已经连续使用了两周 我就要在这一集的之后去挑战冰品的时候 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有用 那马上进入到我们火锅的部分 下一集 马上来算黑毛猪 哇 看起来很香 我先来喝汤 它的这个汤很浓厚耶 麻额不辣而且又很浓醇 我来吃一下我刚刚的黑毛猪 这一家是卖海鲜的 结果它的肉也超出色的 很Q弹 然后很有嚼劲 然后又切得薄薄的 好好吃喔 这家好歹叫牛圆火锅 所以我觉得它的牛肉应该蛮好吃 我们刚才吃的是猪肉 对 我们等一下还要吃牛肉 第二块是酸菜白肉锅 我刚才就有喝到它酸菜锅 它有点像是有柴鱼高汤鲜味的酸菜白肉锅 我觉得我火锅酱料白拿了完全不用夹耶 这样吃就超好吃的很有味道 而且它的后劲很强 但是入口又不会让你觉得很辣 或者很酸 是很顺口的那一种 牛圆的牛上来了 牛五花 直接下去 我们看 这超大的蚵仔耶 我每次来台南的时候我就狂吃蚵仔 因为我很怕蚵仔的腥味 然后我在台北就很少吃 我这一次来台南都被它拐去 我发现原来蚵仔鲜香的蚵仔 原来是这个味道 台北人不懂 超好吃喔 超好吃的 我本来最近喜欢吃蚵仔 真的太好吃了 我们现在要给大家见证一下 島民症 在火星这段时间 因为叫我什么大管制 然后当天一定要有这张 才可以进出 了不起啊 哈哈哈哈 那我现在在的一家呢 是安平的法国爷爷手工法式黑店店 那这一家呢 之前就有出现在我的影片里面 那那时候我们只有照个画面 我们也没有讲话 是因为我们那时候 不小心误点了冰淇淋 然后我们两个都敏感性牙齿 就是吃一口就 喔好吃 可是酸酸酸 我们那一支影片 就没有做任何评论 但其实这一家的景点 是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们这次呢 我就带着 我使用了两个礼拜的 酥酸定的牙齿之后 再来挑战一次 我这次非常期待 不晓得这次 到底能不能真的很完整的 品尝法国手工冰淇淋 哇 你们看 这是冰淇淋可送 我们上次就有吃它的可送 超好吃 是那种很脆皮的 切下去 卡汁 在没有融成汁的冰淇淋之前 可以这样吃 不要因为我害怕 还吃得下去 我直接吃冰淇淋试试看喔 因为刚刚有K那个面包 我必须非常老实的讲 敏感性牙齿不是两周内可以解决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刚刚又另外再挖冰淇淋一次 我觉得它绝对是有比上次好的 因为我们上次几乎是让它直接融化 但是如果一般来说 我的酸的指数是到7分左右的话 用完这两周之后 我觉得有到4酸 可是还是酸 但是有减缓 我觉得这是我的真实的题目 但是我还可以吃下去耶 我可以这样直接吃冰淇淋吃下去 那我之前都用酸甜的 我觉得我再好好刷一年 效果更好 就可以直接用这样子 咬下去 再给我一年 因为这冰淇淋跟我们平常吃的那种 冰淇淋不一样 它是很浓郁的香草牛奶冰淇淋 跟这个巧克力酱 还有脆皮可颂 湿湿的脆皮口感一口去这样子 咬下去咬下去 真的很好吃 因为我现在已经很少在拍美食了 所以我介绍的都是好吃的 你们就看了就直接去吃就对了 那我都会把我们今天介绍的店家放在影片资讯栏 让大家比较好搜寻这样子 今天这一集真是幸福福城美食锅 庆日特集 那我们等一下呢 他会去吃一个我自己非常非常期待的 温体牛五脏火锅 因为我之前常常跑日本线 然后我就很印象深刻有一个锅 我非常喜欢吃叫做Motzi锅 Motzi就是动物的内脏 就是不是只是肉 然后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 但是我竟然在台南找到了 而且他要两天前就要预订 然后我还特地就两天前预订 因为晚上的国庆烟火它是八点 所以在我们看国庆烟火之前 直接见到我们的第三个台南浮沉美食 那现在在我们面前就是充满胶原蛋白的Motzi锅 我真的超级期待的 因为我之前来吃过一次就是吃温体牛五脏火锅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Motzi锅 所以我之前有两天前预订 然后我一看照片 我就说我要点净它的白盘 这个跟我在日本吃到的Motzi锅很像 然后那个就是我其中一个最喜欢的日本美食之一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让它滚了一下子 这个真的很少见 然后这个Motzi锅它是源自于九州的福岡 它的这种就是韭菜跟芝麻的白饭 我就觉得说至少它先摆来说就是非常的倒地 我刚刚已经先喝了一口汤 然后这个呢它是有符合台湾人口味 就是汤本身没有那么浓 在日本吃的话他们这个汤就非常非常的咸 所以这家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自己特制的酱料 你们看这么肥的汤平常哪一家店敢卖啊 你会觉得满满的胶原蛋白 我之前在日本吃的时候因为它汤很咸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吃 但是我刚刚稍微吃了一口 发现说他们家是要沾这个酱 酱 沾满的酸甜酱汁这不会辣 这个不会辣 这个爆浆常菜这个酱也太开心了吧 你们来之前一定要预订 因为我差一点就订不到欸 怎么样 好吃 非常香 你有吃到爆浆吗 有 它有整个油爆开的感觉 对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然后我们还加点了一小盘的温体牛 完全是没有冷冻的 这也是台南很常见 但是台南比较多 你们看 你看 超好吃的 这个花纹 它是有花纹的牛肉 温体牛 你看 这已经有点和牛的大理石纹的感觉 超讚的啦 好嫩好弹喔 这家其实就我所知没有开很久 可是它以后一定会红 所以这要趁现在 还有位置的时候赶快来吃 好 酥给你 真的好吃 好吃 太开心了 这个锅 推 推 太好了 那这次国庆假日可以逮到机会来台南吃美食 真的超幸福 而且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长单纯在拍美食的影片 所以我如果拍在影片里面的去吃就对了 爱你点选 好 今天这集也非常感谢酥酸定的赞助 感谢她让我可以成功吃到法国爷爷的手工冰淇淋 酥酸定呢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 他们是牙医师推荐的第一抗敏感的牙膏品牌 专门针对敏感性牙齿的改善啊 还有预防 而且一定要持续每天使用 然后早晚各使用一次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独家的novamin的成分 是可以针对牙齿的敏感部位进行修复 就很像在我们牙齿外面形成一个保护层 所以可以缓解那个刺激性的感觉 不过一定要连续 而且每天早晚使用才会效果比较明显 影片还没有结束 这次酥酸定还有留言抽奖的活动 只要在2020年11月20号以前 在影片下方留言 酥酸定刷起来 百万集气刷一波 就有机会抽中3000元的双人用餐礼金 还有酥酸定的试用包一份哦 那得奖的名单还有领奖说明 都会在12月4号的时候 放在下面的影片留言置顶区 还有酥酸定的粉砖 大家都可以追踪Follow 看看自己有没有得奖哦 我们就很快下一支影片见吧 拜拜